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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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通电源 接通脚踏开关 打开电源 接通器源 接通甲具器源 这边选择了B甲具 根据 选择的甲具进行一个性微快的调节 我们这边使用B甲具 对准B甲具的刻度线 锁紧 点击设置 这边仪器参数 根据需求和传感器的 两层进行选择 点击确定 点击设置 实验参数 选择实验方法 这边根据需求 或行业标准 进行一个设定 点击确定 击设置 第一次开机 需要进行两次部位 第一次部位 部位到 初始夹具的位置 等待部位完成 部位完成 部位完成 清凝的装样 将样别放入甲具中 更推动 多加并进行一个部位 實驗完成可見曲線跟結果 然後看實驗組織 點擊報表查閱 點擊打印 打印實驗報告 實驗完成 連接串口線打開儀器電源打開軟件 點擊方法選擇實驗方法傳感器等參數 這邊根據需求或標準進行設置 點擊下一步 彈出小窗可對實驗進行命名 點擊確認進入下一步 該頁面對實驗特定參數進行設定 點擊下一步進入測試頁面 右側按鍵可以對儀器進行操作 點擊參數發送 將設定參數發送至下位機 點擊副位 儀器首次開機需進行兩次副位 第一次副位置初始加劇 第二次副位置標具位 副位完成 點擊清零進行樣品安裝 安裝完成 點擊啟動 實驗開始 實驗完成 可見曲線和結果 進入首頁點擊報表 左側可選擇實驗項目進行查閱 右下方按鍵可打印報表 曲線選擇 刪除實驗結果 點擊打印進入打印頁面可選擇 顯示曲線 導出數據 打印數據 4個 2個 1位 2位 3位 120 9位 5位 3位 1位 2位 1位 2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